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 各位同修 今晚是我们是结束的第四次学习 那么最近几次的讲座 我们都在学习善导大师的规定三宝记 通过学习 这个也是多年的教练学习之后 我们通过对善导大师的四学习的学习呢 又回归到了我们学活的开始 学活的初心 这个规定三宝对于我们学活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在末法时期这个法洛摩墙的时代 可能规定三宝 护制三宝 我们才能够视佛法传承教学 正好才能注视 那么规定和护制三宝的功德不可思议 当然如果说是反之要是毁霸 侮辱 清见三宝 所造作的恶业也是非常的可怕 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学习无量寿经的时候 在后面这些五恶 五痛 五烧里面 都有非常详细的学习过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详细的再看一看 五恶 五痛 五烧的这些内容 那么在前面的文字里边 我们看到善导大师谈这个规定三宝 他先谈规定佛宝 当然他这种规定的内怀 人员就是超出了我们一般 所能够思量到的范围 他所谈的是见虚空 变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一切诸佛的法报 我们可以用佛宝海这样的概念去理解 然后他紧接着谈规定僧宝 规定僧宝也是近虚空 变法界 一切的圣贤 菩萨生 圣文生 圆觉生 凡夫生 所以他规定的对象 上到等着菩萨 向到这些诸位 行位 相位 乃至于这一切的主持正法 主持向法 主持末法的圣贤僧和白夫生 不管他修行的时间长短啊 他的正位如何啊 他的习气有没有断尽啊 等等 他都平等地去规灭听力 那么我们仔细看这些文字 大家可能会发现 在第一手寄送 在述出完要告诉死众何法无上心 让我们发心归进三宝 发心求处理 求成佛之后 然后他自己发愿 失踪我一心 归面尽十方 这些到最后我们看到变成了 我等贤闺蜜 这个我们看到一个这些角色的转换 从他自己的发心归进 到税理大众来归进 这个也是善导大师他以身垂范 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 都是以这个作为我们学佛的基础 作为一切佛法 一切善法 一切戒法 一切功德 一切智慧的基础 这个是归进三宝的内海 那么在归进完之后 这些佛宝和僧宝之后 然后后面的部分 就是他归民净土法门 这个是到第三部分的内容 归民净土法门呢 也就是归进法宝的内海 所以我们看到善导大师的安排 是把佛宝和僧宝放在前面 法宝派在最后一尾 本来我们知道是法最大 法是敌法为上 但是我们看祖师的这种排列 我们就知道法也是佛说的 法也是需要人来传承的 法也是需要人来演说的 如果说没有僧团的传承 没有僧团的注释的话 最好的法放在那边 也是大家得不到利益 所以它是特别把佛宝和僧宝 还在前面 当然在归进法宝的前面 它非常平实的 也非常真切的 对于我们自身 这些反复中生做了一个定位 我们是愚痴生死反复了 本身我们的洗剂都是非常地厚重 旷洁以来都在生死里边 三界里边 轮回流转 找不到出离的缘 所以这一生能够有幸 遇到释迦释中的遗教 因为释中已经入涅槃了 但是我们还有缘 有幸 万幸能够遇到祂的教法 知道了有阿弥陀佛 有极乐世界 了解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对我们的射受 也知道了求生净土的路径和方法 所以要一心发愿求生极乐佛土 肃正无生法人 这是我们前面所学过的内容 我们今晚再来详细地看后面的内容 我依菩萨造 动教依成海 说迹归三宝 与佛心相应 这里善导大师呢 首先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因为在前面 他谈到归一 归一净土法门 归一法宝 那么归一法宝呢 它的依据是什么 依据是菩萨造 依据是净土法门所指向 所去向的 是让我们成佛 所以这个菩萨造 菩萨造是相对于 圆觉造 山门造 这些虔诚的教法 人诚的教法 相对于其他来说 那么我们一般谈五成教法 成啊 成是车诚的意思 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交通工具 人诚是什么呢 诚什么呢 我们知道 人诚是诚五戒这辆车 通过行持五戒的功德 或者一般我们儒家谈五常 或者说是我们看到世界这些 各大宗教 各大宗教 这些基本的 基本的这些规范 戒规的概念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这个 犹太教啊 基督教也谈十戒的内涵 十戒里面其中 有五条跟我们五戒是非常相似的 内容之处都不大 所以说这种五戒的基础 或者说是五家五常的基础 这些是做人的根本 做人的规范 我们可以说这是universal 就是普世的价值 那么这种城呢 这种五戒的内容 五戒这辆车 这辆所做的功德 可以让我们从三恶道里面出来 从人城里面最保证还能够得人生 那么天城的教法呢 就是车最大一点 最高级一点 那里面还要加什么呢 装潢的比较豪华 那需要我们什么去装潢呢 五戒再加上其他的详细的内容 那就是身三口四一三了 就是实善的内容 实善呢 是身在御戒前 就是趁实善的车能够到御戒前 度我们到御戒前 那么这家修禅定的功夫 可以到色戒 无色戒 这是天城的教法 或者叫天城的教法 圣文照 圣文我们知道都是修四圣地的 那这些苦极灭道的四地 当然如果说要详细的开显 那么内容也是比较多 那通过四圣地的修持 四圣地的这两颗呢 能够处理三戒 把他用出三戒 能够让他得有余涅槃 那么圆绝的法戒呢 这些众生是观十二因缘 也叫独觉啊 通过自己的思维观察 能够断剑丝 通过这种方式 十二因缘这种方式 把他读到解脱 读到处理三戒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前面这些内涵 不管是人称 千称 圣门称 圆绝称 这些都是自立法门 怎么自立呢 就像你说 就像我们比喻说 像人称千称 可能我们就是 骑一个自行车 对不了人 自己能够从那边到那边 千称的飞架小飞机 自己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么这些圣门圆绝呢 也是就是质量好一点 这些公交通工具 品质更高一点 能够从三戒里面出去 他依旧只能让自己得解脱 唯有菩萨障 他是通过六度万恨的行持 不但自己得解脱 也能够自己和一切众生 一起解脱 这就是从称的这种体量法来说 菩萨障 那就是不是独木舟了 也不是一个摩托汽艇 这样的 或者是一个一人开的小飞机 那就是打船 大飞机 MRT 这样的打船的工具 那么所以 向导大师这里 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 净土法门所依 他前面让我们归忆净土法门 是因为净土法门 不是一个自求自立的法门 而是所依的是 从菩萨障礼边 追出来的净土法门 那么他对净土法门的定位是什么呢 动教一乘海 动是快速的意思 原动的意思 动教是相对于建教而言的 动直接可以翘越 戒呢 是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慢慢地爬台阶 那么我们就非常清楚 建教 就建次休息 建次的断玉戒的货 断色戒的货 或者说断戒货 断私货 慢慢地断尘杀 处理三戒以后 这些尘杀 无名啊 都属于戒位的货 戒位的烦恼啊 那么这种事需要自己的力量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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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一生 慢慢地行使 无量节的极功累得 最终才能够得到解脱 得到成佛 那么相对于建教 动教 动教就是非常的快速 那么这种动快速 一个是针对于动的根基 这种上根立志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产宗的根基 密宗的根基 都是能够当下建信 能够此生能够此生成佛 那当然我们知道 这种建信成佛 也都是得出国圣者 这样的位置 那这都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也说已经能够破除我建 能够明信建信 但是在这所有的方法里面 要真正在这种 众生的烦恼中间 像我们这种本身是 具足各种各样形式烦恼的 又能够快速修正的 不需要我们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间接地往上爬 要破剑丝 破成沙等等 通过这一样都是 多生多劫的修学 那这一生 直接能够快速地 契入到 不退转菩萨的位置 最终契入到 佛的一成海 那这个一成海就指的是 成佛的功德海 那我们也叫撒波罗海 成佛的撒波罗海 那就是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海 那么就是 善导大师在这里 改进度法门 所定位 它是原动之教 所依菩萨造里边的 原动之教 最终 它指向的是 一成的佛海 一成的成佛海 那么它依此而 说祭归三宝 与佛心相应 那么依这样的菩萨造 依这样自立 立他的行持 他作归进三宝祭 那么由此 在此基础上 作诗且书 作诗且书呢 希望能够与佛心相应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所作的一切 对于经典的注释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要能够与佛心相应 与佛愿相应 与佛志相应 如果说是不相应 离经一字 是为魔说 特别是有些比较关键的字 那么如果说是 他与佛心不相应 会误导很多人 甚至有时候 会对有些众生 他会信心丧失 或者说他本来 吃着吃得好好的 他也不吃了 等等等等 我们看到这样自古以来 有这样误导性的言辞 这都是与佛心不相应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善当大师 这些 这里所说的这首寄送的内容 和千千菩萨 这个《网三论》里面 所做的内容 做一个对照的话 那么千千菩萨也是谈到 他发言要闺蜜进十方 我爱光如来 然后祈求我爱这些十方法界 以及祝福能够雇佣加持 他说用作祭与佛心相应 所以善当大师这里所说的 他完全是与千千菩萨是一致的 他为什么这么做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前面 这个依菩萨照 为什么要依 为什么要依 是因为这是菩萨照 不是单纯求自立 单纯求自己处理三界 是一定要和众生一起得解脱 那么为什么要一定要依 菩萨照 为什么依菩萨照 因为他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 是成佛 所以我们看 圣文和圆诀 他们自以为成佛 但是从佛的眼睛来看 他只是处理三界而已 我们也看到全教的菩萨 他是过出十二平湖民以后就取证 但是上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从终极的成佛来说 他们都是中途取证了 自己得解脱 然后在自己的境界里面 这也很难从里面出来了 那么最后怎么样去 与佛先相应 他又回归到说记归三宝 所以这些我们看到 仔细去思维 善导大师这里所做是非常有意思的 前面两次的讲座里边 我们也谈到 连诚大师谈到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说 我们念念能够祈求三宝加倍 我们念念在三宝的磁光射受之下 做记啊 能够作弄啊 佛教里比较造弄 就是能处出经啊 把自己摆在一个非常谦卑的位置 那么我们时时刻刻是能够保持正见的 如果说是我们抛弃了三宝 没有归进三宝这样的基础啊 那邪剑马上就入行 那就是魔王就拍手了 非常欢喜了 他又多一个精兵强将来专门来对付三宝的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 在很多这些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 这个字要一邪魔入行以后 他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他黑白的分不清楚颠倒 真正的迷惑颠倒 那是非常可怜 所以善德卡斯对的最后 还是又回归 为什么要依这样的基础 依规建三宝的基础 因为这是我们学佛的初心啊 这是一切佛法 一切善法 一切功德的基础 离开这个基础 能不能造出一个思写出来 那即使要是做出来以后 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础 那肯定是与佛心不相应 如果与佛心不相应 肯定就是邪之间充满 所以这些规建三宝记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啊 再去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行为 所以有些同修 有些人也有时候会谈到啊 我们持戒怎么样 我们修学怎么样 其实有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最近 这些年龄最近有很多法师丢着谈 谈什么东西呢 谈皈依的修息 怎么样次第的去修学皈依啊 因为我们谈持戒也好 谈这些佛法的修息也好 自己的精进修学也好 结果最后发现 自己的三规都丢掉了 那这后面的东西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谈了 那就毫无意义了 所以善导道次这里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子底啊 对我们的情形 对我们的修学过法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我们再来看后面 十方横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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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心也表达得很清楚 所以呢 他在此提醒 十方横杀佛 以六种神通来赵之佛 赵之佛 赵戒佛 这个赵字啊 我们在读 读心经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会有印象 观自在佛杀佛 或者波罗密多时 赵戒 古用皆空 就是这些等觉菩萨 八地以上的菩萨 以及佛 四众生 度众生 就像照镜子一样 观察事情 当下 完全明了 彻底的知道 这一切的因果思维前后 这些所有的发生 他不用去思维 不用去推理 不用去演绎 不用去调查 也不用去做 还要特别入个定 去观察 是照镜 这是表示这些菩萨 感觉菩萨 八地以上的菩萨 或者是佛 这叫前面所谈的 无功用道 无作义 当下一见 当下全部都了知 彻底了知 无于了知 所以呢 他七情 这十方横河撒出佛 以六神通 就是以佛的各种各样的神通 道理 智慧 辩才 来仗戒 来加持 那么善导大师 自己依旧 依旧以自己帮自己摆自 一个非常谦卑的身份 丙二宗教 丙臣 释迦世宗 以及阿弥陀佛 这两位世宗的教导 当然我们知道 阿弥陀佛的教导 这个我们是在学习无量寿经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那么阿弥陀佛的教导 我们也是通过释迦世宗 为我们解说 为我们转述 我们才知道 那么这两宗 通过对这两位世宗的 教法的传承 希望能够 广开净土法门 这个广开就是 能够把净土法门 尽他最大的努力 能够传播到所有的根基 社会所有的阶层 会让给一切众生有任何的障碍 接引九法界的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我们看 这里广开净土门 这说明善道大师其实是针对他那个时代 在弘扬净土方面所遇到的问题 所遇到的各种障碍 才有这样的宏愿 在这里向两宗 以及向十方祝福表达自己的愿心 那么最后说以此功德 作归鉴三宝祭的功德 以及自己所作私情书的功德 能够平等地付私 平等地把它回向给一切众生 这种回向包括了一切的圣贤三宝 一切的凡夫 凡夫众生 一切的这些冤亲 一切的众生 跟他有缘 跟他无缘的 都能够平等地施育 都能够平等地回向 这个我们常所说的 同其大悲 无缘大词 那么回向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让他们都能够发起成佛的福气心 都能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国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善道大师所作的 《规鉴三宝祭》的内容 那么《规鉴三宝祭》 其实这个文字里面 我们看到并不是很难 那并不是很难 那么但是他能够反映出的 是善道大师自己 他自己学佛求生的这种 净土的情悔 他自己叶利索婆 先求极乐 他自己希望以自己的力量 能够税领大众 一起发愿归进 一起求生建筑 所以他这种发心的广大 他闺蜜的这种广大 我们也看到 我们读的过程中 感觉到有时候这种境界 这种广大师的广大师 和广大师的广大师的广大师 所以这种是我们学佛的基础 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入手 学佛才能够 芝麻开花结结糕啊 不然的话 学着学着就掉下来了 你们没有那个基础 那么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规鉴三宝祭》的 这十四首祭颂 那么这十四首祭颂 一共是分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是两首祭颂 这两首祭颂呢 主要是劝大众 劝大众 能够发愿求生 极乐世界 那么第二部分 一共是七首祭颂 这个从 失踪我一心开始 这个一直到 学佛大悲心 常识无退者 情愿要加倍 念念见诸佛 这些是全部是 归进佛宝的类人 这个归进佛宝啊 是归进进虚空 别法界十方 一切诸佛的法宝化三审 那么从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是谈这个 第二部分是谈归进佛宝和归进僧宝 归进佛宝和归进僧宝 那么归进僧宝的内涵呢 他谈到僧宝的薛学 实践满为满 至行元为元 正实敬为敬 习气王为王 功用无功应 正治为正治 他都平等的尽力归进 并且呢 号召大家和他一起归进 请愿这些佛宝 以无碍神通力 敏加热受 请愿僧宝要加倍 念念见究佛 那么第三部分 这个归面净土法门 归面净土法门一共是四首祭祟 这个是归进法宝的内容 那么归面净土法门 首先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份有个敬畏 敬畏以后呢 才面对我们自己的真实问题 直到我们自身处处理 自身断结丝 在这个时代啊 非常非常难 可以说是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 所以呢 这些话当然不是我说的 如果说我们看那个 英国大师文操 印族其实处处都是提到这几个字 自己在这个时代 端见识 基本上是没什么可能 所以呢 让我们一心发愿 仰仗阿弥陀佛 他的慈悲愿力射受 到极乐佛图 再去解决我们 在这个世界 所面对的各种难题 那么再换个场地去解决啊 换个空间去解决啊 那就问题就比迎刃而解了 这是有智慧的选择 那么最后 是以他做灰金三宝记 以及做四切书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愿他们都发愿求生极乐部 好 这个灰金三宝记 学习完以后 我们再看下面写的文字 这是一个陈上 奇象的一个段落 此观今 一步之类 先做七门了解 然后一门示意 第一 先标续提 第二 四诗其名 第三 便诗宗旨不同 较之大小 第四 正弦说人差别 第五 谅简定散二善 通别友谊 第六 何会坚弄相违 广师问答 失去怡情 第七 谅简伟齐 文佛证说 得意分齐 好 这段文字呢 是概述 是解书里面的第一大部分 第一卷 选一分的耐用结构 也是在这一段文字里面 他要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观今的威严大义 他将分七个方面 加以展开 所以这个七门了解 了解就是分析选择正别的意思 这个词呢 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少 那么在亮节接书之后 然后呢 以经文的章句来解释它的毅力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先标续齐 续齐呢 就是从理上来发挥 虽然说圣凡名字不同 但是其性相同 所以续齐 就是说 善导大师在正式作选一分之前 也有一段非常简短的续言 来禅名主题 以序言禅名主题 这个主要是给我们这些反复啊 让我们有信心 建立我们的自信 那么第二部分呢 是誓其名 这个是解释观今的名字 第三部分 便是宗旨不同 教之大小 这个是辩息 辩息观今的宗旨 以及叛教 叛世是大成教 还是小成教 第四部分 正显说人差别 正面的宣说 这部经是由何人宣说的 佛经我们知道 通常有佛说 有佛弟子说 有菩萨说 或者是圣文说 还有仙人说 也有祝谦说 还有华人说 那么这部经呢 是释迦世中 亲口所学 那么第五部分 调解定善二善通别有益 那么第五部分 就解释观今里面 定善的意义和散善的意义 以及为其妻夫人 其妻夫人 起出通情 就是比较 general的请佛来说 往生到无忧老处的方法 那么等光还信各种这样的佛国以后 最后明佛明家 为其妻夫人 选择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呢 这个是异同 这是告诉我们 他为什么要选择极乐世界 以及定善和散善之间的差异 差别 第六部分 和会经用相为往事问答 失去疫情 第六部分可以说是 善导当师折磨最多的一部分内容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里面呢 一共从六个层次来非常详细的讨论 净土法门在那个时代所遇到的 各宗各派或者说是著司 所提出的一些 站在这种立场上的演说 那么有些 其实来说是与他们原本的 原本的作弄的援助者也是有相伴 或者说是有些经与弄之间 也不是那么看起来很和谐 就是说是意理上面也有出入 那么善导当师会详细的来做一个和会 做一个会通 然后呢自问自答 往事问答 让大家对与净土意理 能够把这些怀疑都去除 能够借证信 所以第六部分是整个旋律方里面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第七个部分 是了解伟齐文婆正说得一分齐 这个是谈到伟提西夫人 闻到佛的说法 闻佛说法以后呢 她得无声法人 那我们有些同学知道 一闻佛说法马上得无声法人 那不是我们谈无声法人 或是八地菩萨的水平吗 伟提西夫人不是一个这种 那么普通的凡夫 只是说她是一个皇后而已 凭什么呢 所以在这个无声法人的解释上面 我们也看到祝师所判 祝师所说 和善导大师所解 是有敌人不同的内容 所以这里呢 善导大师要正式地 非常郑重地告诉大家 这里的无声法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得亦分歧 他得到利益是在何时 好 这一部分呢 是一个传商其家的段落 好 下面我们看第一部分 第一 先标续齐者 切底 真如广大 五臣 不测齐边 法性升高 十胜莫穷奇迹 真如之其量 量性不出蠢蠢之心 法性无边 边其则原来不动 无成法界 凡胜其远 两狗如如则 浮根于韩世 横杀功德 既用战然 但以苟杖出生 近其无有显照 这段文字 这段文字 不容易懂 这段文字 也要投续了 或者说是要讲出 这部经所要传明的重点 但是这个毅力是非常高深的 气势也是很庞博了 句句谈的都是一场实相的毅力 所以我们看到从前面的《归剑三宝记》 非常平实的语言 突然一下子 呛到这里 大家突然感觉到像读弥陀书操 或者是读弥大使弥陀要件一样 突然进入了非常深的历力 那么当然 这些就是我们说的是 弹玄说妙的内容 如果说是 我们在探讨这部分内容文字的时候 你要是有点感觉 你就是对于实相法有点体会 如果说是你轻着轻着被绕鼻了 这说明我们和实相相隔得很比较远 所以呢 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这个文字不容易理解 妾以征如广大 五臣不测其边 妾 妾这个是代词 这是善导大师用来表示自己的一个虔诚 妾语就是说这个佛法的毅力啊 非常的深奥 所以呢 想要探讨他的真正的异趣 就是前面所说 与佛心相应的话 他需要自己长时间的守住真心 去如理思维 去领悟佛心 所以这个妾广大师 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呢 在自立的基础上 如何把这么深奥的佛法 在末法之际啊 能够帮他通过各种善巧方便 或者说是帮他通过 善导大师自己这种一针见血的语言 直指人心的语言 能够让他产生妙用 所以他死死一直思考的是这个问题 那么真如广大和后面的法性身高 十胜莫穷其地 这个真如法性 其实在规定三宝记里面 已经谈到了 这个法性真如喊 我们知道法性和真如 谈的是同一回事情 在规定三宝记里面 谈的是佛的法身 那么在这里 真如也好 法性也好 实相也好 自信也好 我们的本类面目也好 那么所说的 都是同一回事情 那么真如广大和法性身高 就谈的是这种 我们的心性 我们的佛性 我们本具的千真佛 我们的真如自信 从这个起量上来说 或者说是 我们从一个空间观念来说 它是广袤无边际的 五成不测其边 这个是因为要全部彰显真如法性 这是佛的境界 所以呢 这人称啊 千称啊 身为原觉菩萨啊 都测不到它的边际 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 到底有多广大 我们的自信 到底有多神妙 我们的自信 到底有多少功德 有多少智慧 有多少变成等等 这些呢 以其他的五成啊 都没有办法去测读 为佛依人得知 那么法性的身刚啊 这个身就是身碎啊 刚是刚妙 十圣莫穷奇迹 这个十圣啊 谈的是出地到实地的菩萨 那这就正如法性 他的高深莫测 他我们自信的功德啊 自信功德的高深莫测 从出地菩萨到等于菩萨 也是不能探究到他的边际 这个佛常用一个比喻 我们知道一句成语叫相像过河 一踏到底啊 如果说前面有条大河 然后河边呢 有大象 有猴子 有马 有兔子 或者我们可以加一条小狗狗也可以 那么要过河的话 他们都能过得去 那狗也能狗跑也能跑过去 兔子也能跑过去啊 马也能过去啊 这个鹿也能过去啊 但是过去呢 河有多深 他们不知道 那这个河的深度呢 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的范围 但是大象呢 他一脚踩下去以后 就能踩到底 那这个河到底有多深 底下到底有什么 他很清楚 那这就是比喻什么呢 比喻真正我们自信的功德生果啊 这些十圣也好 这五成也好 都不知道他的边际 不知道他有多广大 不知道他有多神妙 那么这些事情呢 自有佛之道 那么真如之体量 量性又不出蠢蠢之心 你看前面这个善道大师 其实我们看这里 他这个作这个 这个作曲 非常有意思 谈完这个自信的声量广大 让我们感觉到摸不着牵 这种感觉 知道好像哎呀 已经有点灰心丧气 十圣都测不到他的边际 余为有何干系 这里马上比风一转 但是真如的体 性体真如的量 性体是从时间角度来说 过去现在未来 量呢 是从空间角度来说 东西南北十方 但是性体的体量呢 又不出我们这些 凡夫众生 当下的一念之心 这个虫 虫就是 古代就是虫子的意思 以这里呢 是指的是 我们最禅的这些 凡夫众生 什么是最禅呢 被凡老绑住的 凡老绑住的众生呢 虽然说我们的身份 和一个虫子 没什么差别 因为他们也在轮回啊 我们也在轮回 然后呢 他们的体型呢 有些也有彩色的 或者是有多族的 也有认知 有些虫子 我们看到一百桥族的都有 体型跟我们不一样 形态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呢 跟我们的生命形态 转转过程中 我们和他其实来说 没有多大差别 说不定 他的下一生 比我们还要高贵 那么法性无边 边起则原来不动 那这里你看 也四方法性也拉回来了 既然这个真如他的奇妙 是这么的 如虚空无边际 五称行人抗自立 都没有办法测到他的阳迹 那么这个住法的体系呢 又是这样的深邃 刚才养子啊 十地菩萨都没有办法穷其本祭 因为灰火与佛方便究竟 但是呢 这个法性也好 还是真如的体量也好啊 都不超出我们反复的这一念之心 所以虽然我们每天都最禅 禅就是被烦恼禅服 烦恼重重 但是呢 我们也完整具足如雷造性 也完整具足真如 完整具足法性 完整具足佛性 那么这个法性体性呢 原来不动啊 就是不生不灭 不苟不进 不振不解 无劝 无欠 无语 与佛 没有差别 那本来谈真如谈体性 是这么高妙的东西啊 那比方一转就拉回来了 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不是没关系的 好 那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无诚法迹 凡胜其远 良苟如如 则复该于函事 无诚法迹啊 这个法迹啊 也是真乎的意思 大家仔细这里 这里一定要注意 不要逼这些名像一下子 看到一回用法迹 一回用史相 一回用真如 一回用法性 以为是谈的是什么 谈的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写东西啊 怕用词重复 所以呢 换一个名字 让你看到啊 以为是不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 无诚的法迹 凡胜其远 就是这个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真如其性 它是本来 本来是亲近的 不受污染的 所以是无诚法迹 这个成就是成劳的意思啊 成垢的意思啊 成就是烦恼的意思 成就是烦恼的意思 成就是见祸和私祸 或者是成杀的意思 这是各种各一样的祸啊 但是它是覆盖住了我们的自信 覆盖住了我们的如来章 并没有污染它 那这个就像黄金一样 它练出重金以后啊 你用其他东西可以把它埋住 覆盖住 但是呢 它再不把其他的东西 所渗透 所污染 那么这种清净的 这种不会被一切所污染的 我们本具的如来章 我们本具的自信 凡圣其圆 不管是凡夫还是圣人 但其圆满 都是一样的 从理上来说是一样的 都是圆满地图的 没有说是佛的这种法性 佛的实相 佛的自信 比我们会多一点 我们作为凡夫来说 我们会少一点 从理上来说 我们和佛菩萨都是平等的 都是一样的 那么两狗如如 则俯该于还是 这句话 比较难懂啊 这个两狗如如 这个是摄弄里面的 摄弄里面谈 两个真如 一个叫有狗真如 一个叫无狗真如 真如又是法性的意思 又是自信的意思 又是有污染的自信和 我们不谈污染啊 被覆盖的自信和没有被覆盖的自信 这个狗是狗染被覆盖的意思 被烦恼所覆盖的意思 那么 如来所证的 离开了这一切烦恼 他的自信 能够全部彰显 这叫无狗如如 我们凡夫众生所具的 现在呢 虽然说我们也有和佛一样的真如自信 但是呢 我们被烦恼所覆盖 这叫有狗真如 所以 两个如如自谈 两种真如 其实 两种真如啊 是同一回事情 后面这个 如如 如如又是真如的别称而已 那不是谈 是如如什么 如如不动 那我们常用的成语 如如不动 如如是什么意思啊 如如就是真如的意思 如如就是自信的意思 所以这个词是从佛教里面出来的 如如不动 就是自信不动 清净不然 他本身都有不增不减 不苟不尽 所以两种如如就是谈这个 不管是有狗真如 还是无狗真如 处该于韩式 这个该啊 该是兼备的意思 该是包括的意思 韩式呢 我们经常说 有情韩式 那么有情韩式 还是说有情侍的众生 有侍心的众生 这个侍就是巴侍的意思 有情侍 有侍心 指的是我们怀复众生 那么佛呢 数不数于韩式呢 佛把侍转成智慧了 所以呢 他的侍就不叫侍了 叫智啊 所以这里 普根于韩式 包含了佛 那么 我们现在再去看 两狗如如 普根于韩式 就说 有狗真如 和无狗真如 它圆满的 圆满的 完全都变满在 上自 上自 祝佛 下自 一切 反复 有情众生的 兴建 在念头里面 或者说 有狗真如 和无狗真如 佛也具备 反复也具备 这个就比较难懂了 我们在学习弥陀要解的时候 有学过 智者大师 这个 偶一大师 谈到智者大师的 谦谈的 信恶思想 他说 佛 断尽 修恶 唯有信恶 一长期 断善根的众生了 断尽修善 唯有信善 信惧善 永远不会丧失 有没有被我搞密的 简单的说是什么呢 佛不断信恶 凡夫禅提不断信善 佛不断信恶 所以呢 他能够入恶道 救众生 与恶自在 传其不断信善 所以呢 如果他遇到善缘 就能够发起 普及心 能够发现学佛 得到解脱 良构如儒 则普根于函世 我们从这里所看出的 其实是善导大师 谈的是 前台的信恶思想 那这个恶 不是恶人的意思啊 大家要注意 不是 或者说恶 不是这个做恶的恶 那么佛不断信恶的说 佛 他能够在于恶自在的时候 他能够流祸容身 他能够于恶自在 不会被这些恶 被这些凡狼所祭福 如果说是佛把这些信恶 他断教了的话 或者说 如果佛不去信恶的话 那么在佛的境界里面 就没有其他的法界了 他就没有办法度众生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看地藏菩萨 为什么要去入地狱度众生了 如果入地狱就说明 他的起信里面 有地狱界这样的起信 他本身的自信里面 他没有把它断掉 他留住他 但是呢 他能够于恶自在 他不会在地狱界里面受苦 不会受地狱界的这种祭福啊 他来人道也是如此 来迁道也是如此 所以说实法界的起信 他都是具足的 但是呢 这种其他的起信 在我们来说是禅服我们的 让我们不得自由 不得解脱的 在佛里说 他都是自在的 这个在前台叫性恶 或者叫性聚啊 在华言叫性起 本性具足善恶 但是随善缘起善法 随恶缘起恶法 这是我们一般凡夫啊 那么从佛的境界来说 虽然说他遇到恶缘 但是依旧能够 在恶缘的前行下 能够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这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 这八个字的意义 那么从这里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善德大师为什么要讲这些 《无成法记》 《凡圣其缘》 《两构如如》 《俯该于海事》 又是从御理上来说 这种清净本然的自信 凡与圣 都是圆满具足的 都是平等的 这种清净本然的真如自信 所以谈这个有狗也好 还是无狗也好 其实谈的是同一回事情 有狗就是上面有覆盖 有灰尘 无狗来说上面没有灰尘 灰尘擦掉 就是无狗了 就同一个东西 那么所以这种真如 这种没有狗的 有狗染的真如 和有狗染的真如 在反复来说 在我们来说 是有狗的 那现在是有狗染 是因为我们被覆盖了 在佛来说 是没有狗染的 会准备擦掉了 但是呢 它本身它的起信 我们和佛 也是没有差别的 我们看这里是善德大师 绕了绕去 其实是让我们要建立自信 知道我们啊 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 谈那个穷子欲啊 衣服里面有一颗夜明珠啊 无价之宝啊 藏着破衣服里面 一直在轮回 一直在讨饭啊 自己不知道 那么现在呢 慈善德大师点出来 说明出来 让我们知道 我们和佛的起信 我们和佛的真如 我们和佛所具的实相 佛所具的自信 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差别 好 我们再看这边 恒沙功德 既用战然 但以苟杖附身 尽其 无有险杖 这个恒沙功德啊 这是我们常说的 恒沙功德是谈功德的广大 功德的不可思议 哪里功德的不可思议呢 我们自信功德的不可思议 自信有什么功德呢 那我们谈自信的功德 有无量的福德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辩材 无量的神通道理 等等等等 一切都是无量的 就像恒河沙一样 数之不尽 用之不竭 能够既用战然 这个既就是如如不动的意思 用呢 是随缘而起万法的意思 这个既用啊 就是我们常说的 既而常照 照而常既的意思 这种自信 当我们能够把它 全部开显出来 这种恒沙功德 我们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去取用 叫红中带扣啊 当众生有需求的时候啊 有呼喊 有救命的时候啊 有祈求的时候啊 我们马上就知道 马上就会responding 怎么样去帮他 用什么样的方法 这就叫用 但是帮他的过程中呢 内心里面不起丝毫的波澜 又回到祈 帮完以后呢 什么事都没做 恢复到这种祈的状态 不然的话 如果说是你做了这一件事 度众生的圣 千千去挂在心里面 千千去计较啊 千千要去让别人知道啊 那就麻烦了 那就叫不叫祭了 那叫乱了 那叫欲了 正是由于 这些自信公德的开显 能够把这些自信公德的利用 能够彰显出来了 那么这种利用在用的过程中 智慧同时开显 做完之后马儿就能够放下自在 那所以战然是谈清明的意思啊 清澈就像钢山湖火一样 用 既和用 既和照 照用皆出以后 这一切又恢复到清净本然的状态 不起丝毫的波澜 那么这样 恒撒功德的自信 恒撒功德的真如 但是由于我们的构账夫身 尽其无忧献兆 那这个构啊 构是无构的意思 成构的意思 那么这里 一般谈 谈是由七构 七构 欲见遗漫交随勉间 这个欲啊 欲是欲望的意思 这个什么欲望呢 这里大家要注意啊 这是已经修学上路的人 就是自己做了一点功德以后啊 本来是应该马上放下的 但是呢 他生怕别人不知道 所以呢 老想着要去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叫欲 戒呢 是分别执着的意思 这个功德 任何人做 这样做了以后 我们都随喜赞叹 如果他人做很好 他人没做我们去做 那不要把它分的 哦这个就是你做的 那个就是我做的 有过多的我之在里面了 你我在里面 这个叫戒 义 义 义就是在做的过程中了 边做边回忆 那到底这件事情做了 有没有功德了 没有功德我就不做了 又小着鸭鸭 不做又漏掉了 怎么办呢 边做边回忆 慢 慢就是 喜欢比较 别人在做 我也在做 通过比较以后呢 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做得好 即使是同样一件事情 这个姜呢 姜是自私身高啊 就是做了一件这样有功德的事情以后 牵牵在心里边就是沾沾自喜 那以为自己了不起 所以我们看 这些谈的都是已经修学上路了的人 做了一些事情以后 就心里面过多的挖爱 放不下以后呢 变成一种成垢 变成一种烦恼 那么随眠 随眠 随眠就指的是真正烦恼 我们的见死乎 那为什么这里把它叫随眠 那这是维世家所说的一种成垢 这个就是说是我们的奸死烦恼 我们天天和他在一起生活 天天是受他的凶染 时间久了也过了 我们都变得麻木不仁了 那么我们在烦恼里边 我们也不知道烦恼 我们的正如自信就睡觉了 我们的灵性就睡觉了 这个我们如果说是我们不学佛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老知道 我们不学佛的话 我们这个 这一生来这个人间 到底做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一般人活着吃吃饭睡睡觉 然后拼命做工 最后两头一蹬就走吧 就这么回事 各种各样的烦恼罪 在我们生活中发生 我们都以为这是正常的 那睡眠 跟着他哄哄哄哄 不知道人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不知道解脱的去向 那这种叫睡眠 那么奸呢 奸就是奸贪的意思 这里也谈的是自己 那一件事 做了功德以后 我深怕别人跟他分享 以为一回向就少了 不知道越回向越多 那这个有时 或者我们这种 本身有这种习气存在了 所以做一点事情 或深怕别人 和他去抢他的功德 所以这种机构 所以这种机构 是我们修学上面 一些非常大的障碍 那这个都是 其实我们看 都是我们自己念头上产生的 我们要从心理上去把它进出 那么构 仗 仗一般谈的是 业仗 棒仗和凡朗仗 那业仗我们都知道了 这种过去世所造的 各种各样的众义 然后呢 仗毙了我们的心性了 那么也会对我们这一生暴障 让我们这一生得到这些 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障碍 啊 疾病产生啊 或者说是生在一些 根本亲吻不到佛法的地方啊 等等 这些障碍 那么返老障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现行返老 我们经常说是 愿消三障 助返老 愿得智慧正明亮 就是牵牵回向 就消了三障 义障 妄障 返老障 因为这些是我们修学过程中 非常大的障碍 那么这些七构三障呢 他复给我们啊 复给我们的自信啊 让我们的自信呢 一点光都透不出来 所以说 他叫 够让夫生 尽其无忧显照 我们本来是清净本来的自信啊 本来是照千照地 和佛无二无别的 但是呢 现在被他层层复给 层层复给 那么最后呢 一点一点的光都显现不出来 好 我们再来看后面 故诗大悲映然诗话 精入国载之门 撒甘露荣于穷门 要智聚则郎成空于永夜 三坛等辈 四舍齐收 开示长劫之苦应 令震永生之乐果 只为穷迷性格 要欲不同 随无一时之机 等有古臣之用 至师不慈勇于三界 祝法与大悲 莫不等下陈老 普专为本之义 福其种子 借此已抽心 正觉之雅 念念因此增长 宜心其盛行 蒙于八万四千 见动则各称所义 随缘者则接门解脱 好 这个是有了上面这些 一礼的出界了 我们都深知 我们本具 如来智慧可效 我们自信本来清净 本来是不生不灭 也是本来是不动 不苟不尽的 也是能够具足一切功德 能够示出世间一切法的 但是在匹克这些理上 我们真实的情形是 我们流了三界 找不到回归自信的路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 所以呢 世家世宗 才要以大慈悲心 硬化在这个古着恶世 来方便四谢各种法门 来度化我们 这是这一段 所要告诉我们的意义 那么通过度化呢 是希望我们也最终 都能够成佛 正显我们自信本具的 这一切功德 好 我们来详细来看 故事大悲引人私化 精入活载之门 洒干露荣于穷门 要至聚 要至聚 则老成功于永逆 这里 十四悲心取始 大悲 这里就指的是世家世宗 以大慈悲心 世家世宗 他曾经修学过程中 都叫大悲菩萨 这是因为他的悲心 太厚重了 所以当他 一起修学的这些菩萨 都发愿了度众生的时候 他们所发之愿 都是最低都是度 人寿平均千岁以上的众生 唯有世家世宗 所发愿要在人寿百岁的思佛来成佛 那么他要来成佛 要引人私化 引是在他的暴徒引 那么世化的化身呢 是出现在我们这个化头 也就是出现在我们的绘头 所以在《涅槃经》里面 谈到世家世宗 他的暴徒 在西方无圣世界 所以塞兰大师在《波罗赞》里面说 世家如来真暴徒 亲近庄严无圣世 就是亲近庄严的西方无圣世界 是世家世宗他的暴身所居的国土 那么他的亲近 以及这一切的环境的圣庙 和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 那么有些同学就有点奇怪 说说啊 世家世宗既然也有暴徒 为什么世家世宗 不让我们发愿求生他的西方无圣世界 反而让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问题你看 这个问题其实来说 自古以来也有人问了 《涅槃经》翻译出来以后 大家一直也在问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通过这些祝佛所证 我们知道 其实来说在佛的概念里面 随着净土都是一样的 没有说是这个众生到你的净土去了 没到我的净土了 我心里不舒服 我们不能以反心侧圣心 那么从佛的角度来说 哪一中佛的净土 解引众生方便 哪一中佛 他的净土能够让众生快速成就 哪一中佛与众生最有缘 他就推荐哪一中佛 那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十方祝佛都推荐阿弥陀佛 就是因为众生与阿弥陀佛最有缘 西方极乐世界的门槛最低 那么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 能够最快成佛 那所以呢 他们都介绍他坐下的众生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那么这种引然诗话 我们看到 引然就是有时候 他来不一定是我们知道的 释迦世从这一世 我们知道的是有四宪八孝成道 以一个太子的身份出家 这个也是有他特殊的义取 他是要接国王位的人 但是他知道 当了国王不能解脱生死问题啊 当了国王不能解决 轮回三界的问题啊 那么有些会说 他可以边当国王 然后呢边修解脱法啦 国王也当了 然后呢处理也处理了 称佛多好 那我们知道 自古道今啊 佛法是清净的 佛法是无欲的 那国王最好 这位置最好啊 这些政治的东西啊 他都是世间的东西 那他指向 他不是超越的 不是解脱的 所以他实现成太子身份出家 这一生通过八孝成道 我们知道有祥摩啦 有从多数天下降生啦 有出传法龙啦 有说法最后啊 啊 啊 书涅派 这是我们知道的 这一次的历史记载 但是释迦世中在我们这个世界是百千万亿次的硬化了 我们也看到他的本身故事里面所记载的 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出现 你看《金刚经》里面所记载的 那个人有些人去杜巴格力王的那一生的出现 那么显安大师说是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 每一例的尘土里面 都有世间世中所流的血和流的汗 就是说明显的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一次的硬化 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种硬化 那不知道是多少次 每时每刻他都惦记着我们这些人啊 就像这些孩子们出没以后父母亲惦记孩子的一样 只要我们在三界里面龙魂在流转 他都不会休息 那都要想方设法 来让我们接受法化来 能够净溃的处理啊 所以善导大师这里用了一个惊入火载之门啊 这个惊死诧异的意思啊 惊奇的意思啊 让人惊叹的意思啊 震惊啊 就是说这个地方 武浊恶势啊 众生的习气是非常厚重的 非常坚固 蓝桥蓝佛啊 这地藏菩萨念念所说的 那他好不容易把一个从地狱里面捞出来 他一转上他又禁去了 所以呢 有些这些菩萨他是避开这些地方 所以在《北华经》里面谈谈到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都是天佛所依弃的众生啊 他不愿意来这边堵 那么释迦是从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这是让十方法界这一切祝福都震惊的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四线八小成道来成佛 那成佛之后 我们在大成经典里面这些记者佛的这些 当时在古代印度生活的师弟比较少 你如果读阿含的话 读这小成经典那记者很多的 很有意思 佛这个背痛 背痛以后这个非常的难受 这个背痛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年令人苦行的时候 这些苦行我们知道 一天只吃一粒米啊 一脉 就是掉着一个命而已 落下这些病肝 然后经常是被痛 有时候走到一个地方去 但是不知道 哪一个人可以给他治病 让阿兰或者波去 然后站在那个地方 一般都是波罗门家族 然后来人问 你来干嘛 就是我的老师生病了 请你去治病 然后他可以知道 说是你要 老师讲了 你要带一些热水 带点蜂蜜 那你做不思 或做公养 然后呢 这个波罗门举个佛制病 那古代印度我们知道 那么炎热的地方 然后又赤脚去脱博 所以一次那个 讲板都被那个地上那些非常尖锐的东西吃穿了 痛得都几乎都轰过去了 然后这个那时候二十世王已经年纪大了 他赶紧跑到他那边去 已经回心转意的时候 赶紧跑去看他 把佛强撑着坐起来 还为他说法 然后又有个替护达都 一直不放过他 想办法要把佛整死 他说在这个世界印化的佛非常幸福 而佛又是这么尊贵的法王 我们世界上都讲要给有一个价值呀 你看到这地方 你如果说是以一般的众生来 来去说法来去读话 大家还好 但是以佛的尊贵生活 要经受这么多的这些磨赖 那还要吃三个月的马料 马吃的东西 那么我们想想这些都是为数 这些都是以他的悲心 为我们众生做福钱来 让我们知道 他的生活跟我们一样 也是非常平实的 他的修学也是跟我们一样 通过一个反复之期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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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解脱的 不是他生下的就是佛呀 如果说他在这个世界印化 天下走路天上飘 圣中见手不见了 你也看不到人的样子 那他没办法度人呢 这种佛度化 49年的时间了 整整 都一直在整个古代印度 五印在行走 就像当年孔子一样 赶着一辆破马车了 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 宣说他的思想 希望这些国王们不要打仗 要仁慈 那佛当年基本上我们看清新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呢 必须要跟我们这些众生一样 不能搞特殊化 你搞特殊化以后再觉得 哦 你是圣人 你的那个境界 你所做的东西 我达不到 达不到的话大家都放弃了 没有人休息了 那么所以他来到这个三界这个火载 三界火载 这是让十方一切祝福所赞叹 有些跟他一起修学的呢 亲到他发愿要来我们这个世界 人受百岁的时候成佛了 都大声痛哭 这样的悲心 这样的悲愿 这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那么为什么把三界叫火载 着火的房子 玉界色界五色界 那么我们人家好俗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寿命非常有限 那么随着这些修学他善业的增盛呢 到色界前到五色界前 那寿命都是非常非常长久的 最长久也有个数 你看他的这些福报想完 或者说他的电竞消失了 他依旧马上就堕落 那所以着火的房子啊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赶紧处理 那么要这些众生要处理的话 要首先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房子的危险 认识到房子的着火了 所以呢 他才要撒甘露 用于雄门啊 要汇聚则狼虫 用于勇业 甘露这个词 这也是佛经翻译的时候 从佛经里面才有的 那这本身是刀利签的一种一种药草 使用可以长生不老 那么这里呢是比喻佛所说的法 就像甘露水一样 撒在众生干喝的心田上了 能够让我们 处理三界 涌脱轮回啊 这才是真正的不死 真正的长生不老 不生不灭 那么甘露海有另外一种意思 就是味道非常美好的意思 非常殊胜 非常超越的意思 这个世间没有的意思 那是比喻佛法的法胃 法胃无穷 世间胃 尝过以后呢 你要是一直去尝 感觉是最好吃的东西 天天去吃 你觉得吃腻了吗 但是佛法胃呢 你天天吃 越吃越有味道 因为它是清净的 那么穷门 门就是门牙的意思 通过接受佛的法画 让我们心里边的浮起之牙 慢慢的觉醒 它能够要智聚 这是智慧的火炬 要在这里是做动词的 做动词用 灰耀的意思 要智聚则 朗 朗是照亮的意思 我们说天气勤朗 明亮的意思 重轰 重轰就说明这个暗逸 一重一重 一重一重 重重暗逸 黑暗 黑暗非常地厚重 永逸 都一直在暗迷子中 看不到曙光 那这里这些重空暗逸 都指的是我们本身的自信在这个时候不发光 我们由于这种重重的烦恼啊 重重的仗垢啊 重重的无名啊 所以造在我们的心头 我们的自信光明显发不出来 那就是看不到曙光 看不到光明 我们永远都是黑暗 但是呢 佛说法 在黑暗的这种永夜里面 在这种重重的空暗当中 给我们点燃了希望 为我们指出了处理的方向 所以说它叫要智慧的火炬 把智慧的火炬在无尽的暗夜里面 为我们点燃了 那么这些都是指的是佛法的意思 甘露也好 智炬也好 都指的是佛法 好 再看后面 三坛等被四舍其收 开示长劫之苦因 令人永生之乐果 这个坛 三坛 坛是达那 坛是布施的意思 那么三坛就指的是三种布施 才施 法施 五味布施 那么这种就是看众生需要什么 佛菩萨在这个时间就映化 给我们所需要的 与我们结缘 所以我们看 观音菩萨也好 文殊菩萨也好 当众生有欲求的时候 先以欲勾签 后令入佛制 所以大成菩萨度人的方式 各种各样 可以说是千奇百贵 你看在读《黄严经》的时候 《黄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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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是菩萨樱化了 她在妓院里面度人 那么以美色度人 有些好色之徒 一靠近她 一抱她以后 当下这个欲望都没有了 清净法喜就升起来了 然后呢 对佛法帝有了兴趣了 开始学佛了 所以这种度人的方式 不是像我们一般在小政法里面看到的 是比较刻板一点 那么大成菩萨度人的方式 你喜欢钱她就给你钱 但是她给钱呢 不是让你起贪心 最终的目的呢 是要把你转化过来 让你得到解脱 那么有些喜欢清法的 善根深厚的 能够给她说法 让她通过佛的教法 最终能够得到解脱 那有些这些内心 充满恐惧的众生啊 焦虑的众生啊 不安的众生啊 这些内心里面总是 没有安全感 那先要给她安全感 给她一种依靠 让她再不要去焦虑 那么我们在学佛过程中 特别是 如果说我们对于生死的认识 有了一定的深度以后啊 而那个人是很焦虑的 那怎么说呢 如果说是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认识到生命是轮回的 我们知道生命是无常的 我们知道我们随时随地 会离开这个世界呢 那么当下我们要问的问题 我们离开以后 我们去哪里 这个问题你如果说是 你一般有些修通通佛法都同修了 但一般回答 啊 啊 回来啊 是是堂行菩萨道吗 当然理想是很丰满了 秋秋实实这样的方圆是很好 但我们有没有本事再回到人间 我们回来以后 入胎的那一刹那我们的后面颠倒了 我们还能不能记得我们的发愿呢 我们这还能不能遇到佛法 那么如果说想到这些以后 有些会说 还有其他佛的净土可以求生 这些是已经比较好的 但有些如果说是他体认到这一点 他完全没有目标的话 他又找不到一个可依靠的方向 那这种类型里面是非常的恐惧不安的 所以你在这一点上 如果说我们的净土法门产生信心 你的幸福指数马上就起高了 无畏不失 无畏不失 心里面就安了 知道我们这一生 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的目的地 非常明确 那么这种三坛 等败就是平等的 平等的能够 败是加败的意思 加败的意思 平等的施设给一切众生 不管是冤家对头也好 还是自己的亲疏也好 在佛眼里 佛说原来怨是亲 冤家对头都是有亲人开始的 最亲近的关系才可能转化成冤家对头 你跟这个人没有关系的话 他不会变成冤家对头 那所以他的本质是一样的 在佛眼里为什么叫怨亲平等 没有什么怨亲 都是众生 反了不同而已 四摄齐收 这个四摄是佛菩萨度身的四种方式 第一种谈布丝就是前面的三种布丝 需要什么 就尽量地给他 先满足他 世间法也好 初世间法也好 让他能够尝到前头 所以早年我在NTU的时候 每到周末的时候 那时候在宿舍 很多那些宿舍的小孩 还一到周末都跑出去 问他去干嘛 因为附近有一个教堂 男孩子去找什么 当然是年轻女孩子嘛 但是那个教堂里面女孩子很漂亮 所以这种方式 它也是一个经验人的方式 那么菩萨度人也是如此 他是看到这些众生的根基 他这一段时间 他对哪些东西有这种兴趣 慢慢地慢慢地让他觉悟 当然是佛菩萨也会说 你在这段时间 这个良心之间有这种爱好 我也可以四十这个方便了 但是不是让你沉农下去 这是佛法与其他不同的地方 而是说通过这一期相处 知道正是因缘 知道怎样得到超越 得到解脱 那么故事爱与 爱与不是说说好听的话 我们这一边 就是菩萨和众生在一起 它是说善巧的语言 说善巧说方便的语言 有些话并不一定好听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在同修这次 嘴太快太直 说话也说出了非常伤人 那本来你小杜这个人 人家一扭头就走了 因为这话太难清了 那么这个时候 要用一些转弯的语言 一些善巧的方便 怎么样把这个话说得有艺术 语言是一门艺术了 这个是我们这一辈子 要修学的科目了 所以度人也那么方便 那么容易的 有时候一句话得罪人 以后我们看到有些人 多少年都不讲话了 不讲之间 那你还怎么去读人呢 你就结冤了 所以这种爱与柔和的语言 让众生得利的语言 让众生产生欢喜的语言 最终还是要接受佛的教化 力行 这是菩萨行各种各样的善业 行各种各样的敬业 行各种各样的方法 让众生得到利益 那它有好处了 所以大乘法在这一点上 可能我们一般接触了全国法 在这一点上就是可能全国法 就是有点不一样 大乘法一般是非常活泼的 中间会用我们说的很多这种方便善巧 scareful means 用一些方便手段 但是目的非常明确 目的不是把它转向转迷了 目的是要把它转向觉悟 同事 同事 同事是菩萨度人 你中非常重要的方式 那就是跟你跟我们在一起 何光同臣 赛道大师如果说我们说他是菩萨再来 他在世上 他会说他是菩萨再来吗 会员大师他会说他是菩萨再来吗 他表现出的都是跟我们一样 做道友 做朋友 做家人 做亲戚 做同事 甚至可能有时候为了刺激我们 考验我们 做我们的冤家对头都有啊 有可能 我们知道一般这种颂境的情形下 修行的境界提升得比较慢 他逆境的情形下 经受考验的时候 修行境界提升很快 所以为什么释迦佛比弥勒佛早成佛 就是他经受逆境的考验多 他们两个可能是同时修学的 好 以这种三坛等被四舍提收的方式 开示长劫之苦因 长劫隆回的苦因啊 我们看这些对于不同众生有不同的说法 最基本的我们知道这些苦情灭到四季 啊 展示人生的各种苦难 三苦八苦 无量种苦 啊 看到啊 真的是苦 感受到 然后告诉你 苦的原因是什么 苦的原因是什么 无非就是我们的见四烦恼嘛 欲望太多嘛 杂念太多嘛 定力不够嘛 容易受干扰嘛 容易招三目四嘛 所以这种烦恼如果说是我们知道了这些烦恼 就是知道我们病在哪里了 在对症下药 那对症下药 佛给的药方很多很多了 不管什么药方 佛的药方 他的指向都是今正永生之乐果 最终呢 都是让我们通过他的药方 通过他修学的方法 达到不生不灭的佛果 所以这是佛要让我们达到的目的 好 再来看后面 只为穷民性格 要欲不同 随无一时之机 等有五成之用 至时不慈勇于三界 助法于大悲 莫不等恰晨老 普占为文之义 那么实家世宗虽然以平等大悲 一应说法 一语普用了 但是呢 我们众生这种 在轮回的三界里面 沉迷太久啊 繁老息息太重 所以呢 于我们本来具足的自信 本来清净的真如啊 越隔越远 穷民性格了 这个穷民就指着我们在三界里面 轮回的众生了 这个信本来是我们和佛无二无别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和佛越隔越远了 遇坠遇下 我们看古诗里面说是 少少离家老大回啊 相应未给病毛虽啊 儿童相见不相识啊 相望客从何处来啊 是吧 早年离开家以后 年老子才回来 因为这已经隔了几队人了嘛 小孩子看到啊 你相应还没给 但是你已经头发护子半肥了 人家问你 你是谁 小孩子偷问 他都是他那边的人 但是人家都不认识他了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这种情形 本来我们和佛是无二无比的 本来我们是亲近本来 与佛是平等的 但是在这个三界里面 这边融合久了以后呢 我们的故乡我们忘记了 我们以为这里是我们的故乡 这里边的东西我们太熟悉了 这里边这一切我们眼界所看到的 我们所受用的 我们走出去以后 各种各样的牌子 各种各样的衣服 各种各样的车 生生世世在这个里边转 来以后就觉得很熟悉 很好 那么与修学就越隔越远了 与觉悟就越隔越远了 那么有些有了一点点这种觉悟 有了觉悟以后 但依旧他求的很多是人间的福报 你像一下子要去从这个三界里面要出去 从人法界到佛法界 这个相隔太遥远了 所以佛法界来说 佛师界来说 对我们太陌生了 所以这里在善想到的谈论是 幸福隔太久了以后呢 我们的家乡我们忘记了 我们搞得尘土满灭了 一生疲劳 我们以为我们回不去了 那当然佛并没有忘记我们 所以虽然我们要遇不同 要是我们的爱好啊 欲望啊 我们所喜欢的 我们所追求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虽无一时之机 等有五成之用啊 那么佛看到我们 惦记着我们 我们忘记了佛 那么佛成佛以后呢 也观察 在我们这个时期啊 他发现近人 没有一个众生 能够接受大成法 依实之积阳 依实相之积阳 依成之法 所以呢 他就准备入涅槃了 因为如果说大家的根基不堪的话 这些大成法一说出来 大家不但不信还会诽谤啊 犯法 那肯定是要多恶道的 所以我们看到 谁有大半天 第十天的三次齐寝啊 最后 没有办法 等有五成之用 所以虽然这些众生呢 看到这些尘土满灭 虽然说他们目前忘记了回家的路啊 但是 他们自信里面的光明 自信里面本性的清静 本具的实相并没有丢掉啊 在这五成根基里面 这佛信 这正如 依旧在每一尘的众生根基里面 都是平等具足的 那么有了这样的契机 所以才不辞庸于三界了 这个辞庸 就是佛以慈悲心来行庸不语啊 就这次说法 诸法语于大悲 那后面 大悲 指的是激发了我们 心性里面的大悲性 那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 渐渐的渐渐的 根基凶涛成熟了 所以我们看佛五十说法 华言对着借位的法身大 说完以后 知道要渐渐我们这个众生的众生 这个世界的众生 必须要一点一点开始啊 所以才从说阿罕啊 说方等啊 说般若啊 最后法皇家喊了 岛归成佛 那么岛归成佛 为什么这里特别把大悲起出来 慈悲心是佛中子啊 没有这种同情心 同情心 同理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我们自己怕被人冤枉了 我们自己怕是非了 怕别人诽谤了 怕别人说了 我们不要去讲别人 既然我们那么怕 我们还为什么还要去 去把这些东西加害给别人呢 大悲都是从一个换位角度去思考 那么看到众生受苦 不管是人道的众生也好 还是其他道的众生也好 生怜悯心啊 你看我们看到 古代的这些出家人呢 为什么随身就带一个铲子啊 方便铲啊 那就是走着路上 看到那些小动物的尸体啊 都要想办法给他掩埋 为他从前回向的 要平等去对待这一切众生啊 死于非命的 你看我们经常出门 死于非命的 这些小众生很多了 所以如果说是把我们帮助的大悲之心 通过佛的说法能够激发出来 那么一切的行持 一切的教法就有了基础了 那所以说法语 莫不等恰成老 恰就是下语的意思 用则的意思 佛的法语 佛异音说法 但是呢 众生由于根基的不同呢 对佛的教法还是体会上面 跟物上面都有差别 成老就是众生 烦老也不一样 佛说法是平等的 是一如的 但是现在大家的耳朵里面呢 每个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普担为本之一 就是让这些没有听到佛法的众生 能够在心里边种下解脱的种子 种下成佛的种子 只要因缘成熟 一定最终能够得到解脱 得到成佛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回想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相继三土苦 若有借文德 西法福气心 尽此必报身 唐生极乐佛 大宋祈离 南无阿姆陀佛 大宋祈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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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就